这里尽量开大火,我们不用担心它不熟的 够入味,够软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这一集就是做一道大家期待已久的客家门炸肉 首先我们就准备400克的五花肉 够南乳我就准备了两份 一份是一砖半 然后一份是一砖的 我们加一点汁下去 两粒的蒜头 一根的圆锡 再来就是干蒜 30克的木耳 把它泡发 还有一颗鸡蛋和三汤汁的木薯粉 OK,圆锡 好,圆锡根 这个我们切 碎它 蒜头把它剁成米 好,再来就是木耳 把它切小块 然后猪肉呢 把它切成块块的 OK,好,放在碗中 好,腌制方面呢 我们给四分之一茶匙的五香粉 一茶匙的蚝油 一砖的南乳 冰糖花大概半茶匙 适量的胡椒粉 把南乳按闪 然后抓均匀 然后加入鸡蛋 再抓均匀 再来生粉 好,这里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好,之后呢 我们就配一个调味汁 我们给这个一专半的南乳 之后呢 我们给一汤匙的酒 五香粉我们给四分之一茶匙 酱油我们给一茶匙 桃油一茶匙 然后胡椒粉 半个茶匙 冰糖花大概两个茶匙 好,第一步呢 我们就要先把花肉 炸熟炸脆 慢慢的一块块把它放上去 哇,开始嗅到那个香味了 空口吃呢 它就是客家炸肉 这样如果焖起来呢 它就是客家焖炸肉 这里尽量开大火 我们不用担心它不熟的 主要我们还是要炸给它脆 炸给它香 这样闷出来呢 才香的 OK,好,起 好,这里我们给少许的底油 之后呢 就把蒜米跟盐绪碎爆香 加一粒八角下去 好,把木耳也加下去 炒一炒 然后把调味次加入 再加水 好,滚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花肉了 这里我们焖它二十分钟 嗯,还有五分钟 哇,开始奇笑了 哎哟 哇,流口水啊 嗯,好了 这里开大火炒一炒 要多吃的呢 我们就不要炒这样干 如果你喜欢够够味的呢 就把它炒到包子 OK,好,可以起 OK,好,可以起 所以我们把圆锡放上去 哇,忍不住 试一块先 够入味 够软 这样啊 只差一碗白饭就完美了啦 然后一道非常著名的客家菜肴 客家焖炸肉完成 好,那么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这道菜呢 我们一定要分为两个部分来做 首先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肉 给它炸炊 然后我们才拿去闷的 这样闷出来呢 才才够香的哦 那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的汁 它的汁如果我们要多拿来配饭 拿来捞饭的话呢 我们就 不要收到这样干 但是呢 要增加一点的调味料 给它的味道 增加一些 那喜欢这道菜呢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我们下期再见